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但司法部门认为总统有问题 经过一定程序之后 可以对总统进行调查 审判 并判刑助劳朴槿惠遭弹割台后 韩国检方和特检组认为朴槿惠有问题 对朴槿惠进行了全方位调查 以朴槿惠涉嫌20多项罪名 对朴槿惠提起诉诉 目前朴槿惠一共已经获行33年 虽然还不是最终判决 但朴槿惠被判重刑 在所难免坐牢 在所难免 目前 韩国有卢泰宇 全斗坏 朴槿惠 李明博等四位前总统 已经和正在接受法律审判 1997年4月17日 韩国法院终审判决卢泰于17年有期徒刑 1998年初 获得总统进大中特赦 1996年8月26日 韩国法院判处全走判死刑 后来改判为终身监禁不久 获得总统进大中特赦 2018年8月28日 韩国光州地方法院向全斗坏发取传票 要求全斗坏 必须参加10月1日的庭审 朴槿惠和李明博 目前正在接受审判 朴槿惠已经获行33年 李明博获行15年毛开云